读基督的宝血,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地称义 人先使所患的罪的已赦免 我说,此时要宣告他的义,使他成为公义,并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马书3.24-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救过胎,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耶稣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新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到赦免 马太福音26-2628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救过胎,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拿起杯来,耶稣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的 马可福音24-24,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救过胎,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但后也照样拿起来,说,这杯是用我学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路加福音22-29-20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确实是肉,我的血确实是饮料 吃我肉,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6.53-56 因此,我带你来记录这一天,我是纯洁的,没有来自所有人的血统 因为我并没有回避向你们宣告上帝的一切旨意 因此,你们要谨慎,也要谨慎,圣灵派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要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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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谨慎上帝用自己的血买来的教会 使徒行状20,26-28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因他的血而称义 我们将透过他从愤怒中被拯救出来 罗马书5-9,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过开的饼,不就是基督身体的共荣吗? 哥林多前书10点16分,放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学所力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示主的死,直到他来 所以,凡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哥林多前书11点25分-27 因耶稣基督按着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的注称在,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使我们蒙悦纳的 我们借着他的血,在他里面的蒙救赎,罪灭的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以福所书密比武器,但现在,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些有时远离的人,因基督的保险而变得清净了 以福所书2点13分,感谢父,他使我们得以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的基业,他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 并将我们转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了救赎借着他的血,罪的赦免 哥罗西书1点12分-14,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血尘救了和平 借着他使万有与自己和好了 我说,无论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都是靠他 哥罗西书1点20分,既然儿女们有血肉之分,他自己也同样有血肉之体 借着死,败败那掌死群的就是魔鬼 西国来书2点14分 国来书9,那么,第一个圣约确实也有神圣服务的教义,以及世俗的圣索 因为帐幕已经造好了,第一层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柄,这就是所谓的圣索 第二层烂字之后是称为至圣索的帐幕,里面有金香炉,周围包金的约柜 里面有圣妈妈的金怪,亚伦花牙的帐,并法版 其上有荣耀的记录博者因施恩作,我们现在不能具体谈论这一点 这些事既定了,祭司就藏进第一层帐幕,办理神的侍奉 但大祭司每年都会独自进入第二个,不无邪 他为自己和人民的错误而献祭 圣灵的意思是,当第一圣幕尚未处立时,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尚未显明 这是当时的一个比喻,其中所现的礼物和祭物,不能使侍奉者在良心方面变得完美 这只存在于宗教改革时期之前强加给他们的肉和饮料,各种洗礼和肉体的法令中 基督作为未来美好事物的大祭司,借着一个更大更完美的帐幕降临 这帐幕不是人手建造的,也就是说,不是这栋建筑,它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获得了永远的救赎 若公牛和山羊的血,并母牛犊的挥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就可以成圣 使肉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暇无私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尽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是不永生神吗? 因此,他是新约的中宝,好借着死亡,救赎第一约之下的过半 使那些蒙诈的人可以得到永恒继承权的应许 因为凡有遗嘱,立遗嘱人也必然死亡 因为人死后,遗嘱才有效力,否则,在立遗嘱的人活着的时候,遗嘱就毫无效力 因此,第一步遗嘱都不是在没有血的情况下奉献的 摩西乍着律法向众民讲完了一切诫命后,就拿牛犊和山羊的血和水 并诸红色的羊毛和牛犀草,撒在书本上和众民身上 说,这是神与你们立约的血 阿血撒在帐木和一切供值的器皿上 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律法用血洗净了,不流血就没有缓解 因此,天上事物的模式必须用这些来净化 但天上的事物本身有比这些更好的净物 因为基督并没有进入人手所建造的圣所 这些圣所是真实的象征 而是进入天堂,现在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 也不该他常常献上自己 就像大祭司每年带着别人的血进入圣所 因此,自创世以来,他一定经常受苦 但现在,在世界末日 他似乎透过牺牲自己来消除罪孽,正如命定人有意思 死后就有审判 这样,基督一次被献为担当多元的罪孽 他必向那些寻求他的人第二次写谢,并无罪病得救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除去罪 西伯来书10.4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西伯来书10.19分 长相一下,他应该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 因为他践踏了上帝的儿子 并将他用来成圣的圣约的血算做事不圣洁的事情 并且亵渎了圣灵恩典 西伯来书10.29分 也归于新约的中保耶稣 并所洒的血 这学所说的话比亚伯的话更好 西伯来书12.24分 因为那些牲畜的尸体 其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 却在营外焚烧 因此 耶稣为了用自己的血使百姓成圣 在城门外也受苦 西伯来书10.31-12 赐平安的神 曾用勇约的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愿你在一切善事上成全 使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在你们心里行可喜悦的事 在祂看来 透过耶稣基督 愿荣耀挥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西伯来书13.20-21 根据父神的预知 借着圣灵的成圣 顺服并洒耶稣基督的宝血 愿恩惠平安多地归给你们 彼得前书一笔二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并不是用精灵等被腐烂的东西来救赎你们的 因为你们从你们祖先那里继承的徒劳的谈话 乃是用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的血 彼得前书一 一八到一九 但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 就像祂行在光明中一样 我们就能彼此相交 而祂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能洗尽我们所有的罪 约翰一书一笔七 这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水而是水和血 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因为有三位在天上做见证 父、道、圣灵 这三者圆为一 在地上做见证的有三者 圣灵、水、血 这三者合而为一 我们若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就更大了 因为这是神为祂儿子做的见证 约翰一书五笔六九 来自耶稣基督 祂是忠实的见证人 死里首先复生的人 以及地上君王的元首 归于那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洗尽我们罪孽 又使我们成为上帝和祂的父的君王 和祭司的上帝 愿荣耀全顶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启示录一笔五笔六 阿门唱了一首新歌 说 你配拿起这本书 配打开其中的封印 因为你曾被杀 并用你的血浆 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中 救赎到上帝面前 启示录五笔九 我对他说 先生你知道 他对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用羔羊的血把衣袍洗白了 启示录七点十四分 他们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他 他们致死不爱自己的生命 启示录十二点十一分 我看见天猜了 看见一体白马 坐在他身上的那位被称为忠诚而真实 他凭着公益审判和发动战争 他的眼睛如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冠写 他还写了一个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沾油血的衣服 他的名字称为上帝之道 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跟随他 穿着细麻衣 洁白洁净 启示录十九点十一分 三复十四 到我们坚定地仰望基督的血 看看他的血在神眼中是多么宝贵 这血为我们的救恩而流出来 已经为全世界获得了悔改的恩典 格力年第一书信 格林多前书四比五 他们还给了他一个信号 他应该在他的房子外面挂一条新红色的绳子 因此 借着我们主的宝血 所有相信并盼望神的人都应该得到救赎 亲爱的 你看 这个女人不只有信心 还有预言 格力年第一书信 格林多前书六点十分 让我们敬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血为我们而流 格力年第一书信 歌林多前书十比六 主借着仁慈将我们与他结合 同时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了对我们的爱 按照上帝的旨意 为我们献出了自己的血 他的肉化我们的肉 他的灵魂 为了我们的灵魂 格力年第一书信 格林多年二十一比七 为此 我们的主允许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毁灭 以便透过我们的罪的宽恕 我们可以成圣 也就是说 借着他的血所洒 因为经上如此说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并因他的血我们的医治 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沙场 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哑口无言 所以他不开口 巴拿巴总书信四比一 三 根为上帝的跟随者 你们借着基督的宝血 经历自己 已经完美地完成了你们天生的工作 伊纳觉至以福所书立底三 伊格内修斯 Ignatius 又名西奥弗鲁斯 Diophorus 是位于亚洲特拉勒斯的圣教会 蒙耶稣基督之父上帝所爱 被拣选并配得上上帝 透过肉和血享有和平 并因耶稣基督的热情而成为我们的希望 在他的复活中 我也向他的完全致敬 继续使徒的信职 祝福他一切喜乐和幸福 伊纳觉至特拉利安人的书信一顶一 因此 因此 要表现温柔 在信心上更新自己 就是在主的肉身上 以及仁爱 及耶稣基督的宝血 伊纳觉至特拉利安人的书信二比七 我渴望神的粮 就是大胃厚义耶稣基督的肉 而我渴望的饮料是他的血 这是不朽的爱 伊格纳修至罗马书三比五 伊格内修斯 Ignatius 又名系奥普鲁斯 Theophorus 写信给位于亚洲飞拉铁飞的父神 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这已经蒙了怜悯 与上帝的和谐一致 在我们主的受难中永远喜乐 并透过他的复活在一切怜悯中实现 我也用耶稣基督的血向他致敬 他是我们永恒的和纯洁的喜悦 特别是当他们与主教 与他同在的长老 以及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 任命的执事们团结一致时 他凭着自己的意志 借着圣灵 坚定的安置了他们 并用他的血和一个杯 一座祭坛 因而绝至飞拉铁飞人的书信一比一 十一 因为我观察到你们的信心坚定不移 就好像你们的肉体和心灵都被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一样 并且借着基督的宝血坚定了爱 完全相信那些与我们的主有关的事 因那绝至是美乃人的书信一比三 任何人都不要欺骗自己 无论是天上的事物 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如果他们不相信基督的血 他们就必被定罪 因那绝至是美乃人的书信两点十二分 我向你们可敬的主教和可敬的长老会致敬 还有你们的执事 我的同伴夫人 你们所有人 特别是每一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并以他的肉和血 在他肉体和精神上的受难和复活中 并在神与你的合一中 因那绝至是美乃人的书信三点二十二分 万有 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 都沉浮于他 一切活物都要敬拜他 他要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神必相信他的人追讨他的血 拖驴甲至维利比人书一比七 但那些不遵守他的命令的人 就会逃离自己的生活 并成为生活的敌人 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人 将自取灭亡 每个人都将流自己的血 赫尔玛斯第三书十点十三分 于是他们彼此商议是否要回去把这些东西拿给比拉多探 当他们还在思考的时候 天又开了 一个人下降并进入了坟墓 百夫长和跟随他的人看见这事 就离开所看守的坟墓 连夜急忙去见比拉多 将所看见的一切事都述说出来 心里极其难过 说他真是神的儿子 比拉多回答说 我因神儿子的血而洁净了 但这事是你们自己定的 然后他们都走近他 恳求他命令百夫长和士兵不要说出他们所看到的事情 他们说 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犯了最大的罪 这更好 用石头打死 比拉多因此命令百夫长和士兵不要说什么 彼得福音1点11分所记载的《失诺的福音》 然后神的话临到亚当 对他说 亚当啊 正如你流了你的血 当我成为你后裔的肉身时 我也要流我自己的血 亚当啊 正如你死了一样 我也会死 你如何煮了一座坛 我也要照样在地上为你煮一座坛 正如你在旗上献上你的血一样 我也将在地上的祭坛上献上我的血 正如你透过那血祈求宽数一样 我也会用我的血赦免罪孽并涂抹其中的过患 亚当于夏娃第一书二十四 四比四复五 再说一次 至于你所寻求的生命之水 今天不会给你 但当我在各个他之地将我的血洒在你头上的那一天 因为到那时 我的血将成为你的生命水 不仅是你一个人的生命水 而且是你所有相信我的后裔的生命水 愿他们永远安息 亚当于夏娃第一书四十二比七八 神又对亚当说 当我被刺穿 雪和水从我的肋旁流出来 流满我的身体时 这在地上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就是真正的祭物 并要现在坛上作为完美的祭品 亚当于夏娃第一书六十九比六 员 明天 明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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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